今天是9月的下饭电子榨菜开箱视频 那也可能是9月发的最后一个视频了 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希望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话玩得开心 如果是在家躺平的话呢 也希望这个视频能够陪伴一下大家 今天我开箱东西真的很多 想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次 我爸妈他们来给我带了些什么东西 差不多有一个半箱子都是我的东西 小朋友的玩具啊什么衣服鞋子的 就不跟大家展示了 但是有些可爱的东西 还有些我的东西呢就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些东西已经堆在这个角落很久了 我再不把它们开箱收拾了 迪伦就要把我杀了 我就说我的trader就购物带去哪了 原来我拿来装东西了 这是我不确定这是迪伦不小心放在这的 还是他让我爸妈买了给他带来的 好像是一个跳绳的健身球 因为马上就要万圣节了嘛 所以给kaya买了好多那种小的costume 太可爱了吧 有点像泳衣那种健美服的那种面料是有弹性的 我就选了两件 秃秃裙下面是包皮衣的 我就觉得这种可能小朋友穿起来会舒服一点 所以美国这边的那种小朋友的costume 选择很少 然后在网上找了很多这种好看的 但是很多可能现在kaya的身高还不够 穿不了 所以就先买了一个这个 我觉得他应该就穿上也很利落很舒适吧 我也不知道小朋友的东西 我们就是说买来就是看一下 然后呢买了几个这种就是网上很火的一些手作的 应该是那个疯狂动物城的 好可爱 我给我们一家人都买了 应该都在这个里面 然后给底伦也买了那个狐狸 可能今年万圣节我们就是办那个吧 然后它有很多这种细节 这是一个那种海盗水手服 在海鲜市场收的二手的 相当于全新吊牌都没有剪 没有穿过的 有那么一个场合穿那么一次就不要了嘛 所以我觉得买二手的也还不错 这个就是给迪伦买的一套 然后这里还有我的一套 我就先不跟奶奶看了 到时候如果万圣节我没有装扮拍照片的话呢 还是稍微保留一点神秘 这里还有一套唐老鸭的 它屁股这里是这种鼓鼓的 我不知道小朋友穿上是一个什么感受 能不能保持平衡 当时有那么几天 就是失心风满了一点 给小朋友装扮的东西 这些东西加起来可能就占了半个行李箱 这个袋子里面就是刚才那些道具服的一些配件吧 看这个唐老鸭的小帽子 还有这个兔耳朵的 一大趴就已经说掉了 这个应该是我某天刷抖音 然后下单的这个假睫毛吧 反正每次看抖音上面 大家教化妆贴睫毛的 我都觉得好好看 感觉很简单 所以当时就下单了 是这个样子的 自己应该比较期待这种吧 发现我自己还是比较适合那种单促的 就是一根一根的睫毛这样贴的 虽然会稍微麻烦一点 我的眼型可能比较圆 如果是那种一整条的呢 有的时候会比较难贴 或者贴上不舒服 也有可能我要尝试把它们剪断了 分成几节这样来贴 可能会好一点 之后用到好用再跟大家数头身 因为我的头发属于那种粗硬发质 然后我头发自己本身比较多嘛 所以我的头身一定要用这种 就是没有接口的 一整体成型的 然后比较粗一点的这种 然后每次呢我就是买这么一大包 这可能估计可以用个一年吧 然后就买了很多发饰 因为我现在这个发型 就点清汤挂面 也没有什么造型 所以呢我就想说都买点发型的装饰 然后也尝试一些不同的发型 买了一个这个大的蝴蝶结 这个也太大了 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放 网上很火的这种 还有这样的 有点像哪吒 想说买来了之后 可以尝试一些不同的发型 穿这种红色的 看到别人那种绑的那种 丝带的辫子发型 就好想尝试 想要给那种长头发的人编辫子 三个这种防烫的铸铁锅的那种小帽子 不是给看下买了一个 它的那个蓝色的小锅嘛 它上面那个盖子会是金属传热的 所以呢给它配了一个这个蓝色的 超好看 这个其实已经在用了 跟它的那个小锅非常的配 我还买了就是他们家店里面 其他两个颜色的 这个是懒额家的一个枕头 不是广告 这是我自己给它买的 小朋友应该是到两岁 都不太需要用到枕头 但是我感觉它在往一个角落 就是想要寻找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它会抱着一个娃娃 所以呢我就还是先入手了这个 他们家的这个枕头 薄薄的小朋友睡的 还买了一个他们的这种丝制的枕套 我真觉得他们家这个丝制的 摸起来很舒服 先背在那儿吧 一岁半之后 我快两岁的时候慢慢的 可以给它用上这个枕头 接下来应该就是一些我的衣服了 第一个先是一条这个裤子 这个是安妮他们家的 夏天买的吧 我妈之前收到这次 她就给我带过来了 它有一点那种棉麻的材质 是感觉有点那种粗布衣的 很喜欢这种风格 这种宽松的裤型 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终于收到了 我可以穿起来了 买了两个这种打底的小背心 一件黑的 一件白的 像我现在穿这种毛衣开衫 穿在里面做打底 好像每年都会买一些这种条纹的 这是开肩的 宽松的 上衣 也是我觉得秋冬必备的一个打底的 这件好像是毛的 比较有种弹性的 但是它很轻薄 就很适合我这边平时穿 两个这种基础的打底 也是他们家的 这种就是棉质的 汉衫老头衫的版型吧 买了一件白色的 还买了一件棕色的 叠搭 就是把这个白色的穿在里面 外面套这个棕色的 就稍微露出一点这个白边 我觉得很好看 摸起来这个料子就是蛮滑顺 很舒服 然后是一条这种 长的喇叭的牛仔裤 这个是我看直播的时候买的 它真的把你的腿包得很好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非常不适合穿这种 紧身喇叭牛仔裤的 但是我感觉可能是因为 它的中间颜色浅一点 旁边深一点 而且它整个裤子的弹性还不错 所以它有整个包裹的感觉 会把你的身材显得还挺好的 下面稍微比较长一点 可能穿的话稍微穿一个高跟鞋 我觉得从国内带了很多东西 结果就没有了 还有一条这个裤子 它是今年很流行的那种宽松裤脚的 西装裤的感觉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腰封 我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颜色我也很喜欢 我其实裤子很多黑色的 很少尝试这种有点灰灰绿绿的感觉 但是今年就觉得这种自然系 灰绿色什么棕色系的 我都很喜欢 还有就是一个细胞夹 然后加上那种痘痘针细胞夹这种东西 应该人手背一个清理毛孔 有一些痘痘 我自己那个我就担心用久了 可能会不卫生 需要更换一下 所以就又买了一盒 然后说一下我身上今天穿的这个开衫吧 因为我想把它换了 我现在好热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基础版型的 一个这种毛衫 然后有一个他们这个品牌的 这样的一个扣在这前面 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 我想的就是里面穿简单一点 像背心 然后穿一个黑色的短裤 下面配靴子 简单利落的一个开衫 应该发视频了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还有这个折扣吧 就Sense它的85折又开始了 我看了一下 好像这个毛衣也参加 这也是一个那种毛衣小开衫 然后那天晚上去看演唱会 我都穿了 排队的时候后面一个女生就说 我好喜欢你这个毛衣 我就说呀我也很喜欢 它穿上其实是有一点余量的 就很舒服 然后手臂这里呢 是稍微比较贴的 我很喜欢它做的这种颜色 当时自己是配了一条黑色的那种半长裙 我觉得就很帅气 然后这种灰灰的这种碳灰色的颜色 有点做旧的感觉 我就觉得很喜欢 装拉链的 穿的时候可以把它拉起来 这样也挺好看的 敞开穿也可以 酷酷的 但是呢又挺日常的 穿这个吧 可能稍微好一点 好像还是很热 不过我先穿着吧 最后一件呢 就是稍微更厚一点的 拉链的戴帽的这样一个毛衣外套 它的牌子叫做OpenYY 我觉得好像是它之前叫Open Project 还是一个什么名字 它好像改名字了 应该是他们那个牌子的 这个图案花纹我也很喜欢 很适合秋冬 然后圣诞节啊 这些穿我觉得也还可以 因为它这上面还有一个这种路 它这个真的是很厚实 就拿起来 它是非常有分量感的 我这里就是早晚啊 穿应该就是很够了 OK刚才那些是Sense 等一下我开个箱 这一箱是My Theresa的 一直没拍这个视频 就是因为在等这个包裹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记了好久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哇塞好可爱 买了一些小朋友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我的东西 有一些铜装 他们家在打七折 这个图案好可爱 是我第一次买这个Caramel 这个牌子 现在秋天穿可以 然后等春天了 也可以穿 这个连衣裙 然后又买了他们家的这个鞋子 前的这个鞋子已经穿不了了 所以又给他买了一双 之前买的那个是灰色的兔兔 这次就买了考拉 好像考拉是他们家买的人最多的 这是很可爱 这个棕色 我这次买的是18到24个月的 哇塞 然后还给他配了一个这个小包 就是他穿这个鞋的时候 可以背这个小包 看着我的包他也都会拿过来 然后就套在自己头上 他应该是可以鞋胯 然后背的 好可爱 后面有一个这个小拉链 其实也没有指望他可以装什么 就是搭配这样的一套吧 我觉得好可爱 然后这个也是他们家的一个这种帽子 然后说我看打折 我觉得还很划算 就给他买的 其实这种裤子小朋友平时穿都很实穿 面料是有点毛巾布的 很透气的那种 然后还给他买了一条这个黑色的 我以为是那种棉布面料的 没想到它是灯芯绒面料的 很适合秋冬吧 这个还有点大 他可能要等一等 接下来就是我的东西啦 我买了一个这个罗伊威的背心 我买的是他今年初的 就是这样一个短款一点的 这样是有点针织的那种 我之前也有一件那种白色的打底 也是这里有个小标的 我就觉得我经常会穿它 搭配起来会很好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还不错吧 好喜欢 我们就这样穿着吧 我又穿回这个黑毛衣了 好热 然后是一双靴子 每年一到秋冬 我都想买这个靴子 今年呢我想说买了吧 不然我明年回来又要看 这他们家比较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样式 有点西部靴的感觉 这颜色我也觉得很好看 这里就是已经有点做旧的这种感觉 我说买来试一下把把草吧 实在不行呢 我也就是灭了这个草 我觉得很好看 我应该会留下它吧 它的高度啊 就是舒适度都很不错 我记得我应该是买大了一码 我平时穿37的 但是这双呢我买的是38的 我觉得刚刚好诶 穿袜子什么的都会比较好 它是刚好在膝盖下面的这样一个长度 然后整个靴子质感很好 一点点这样的小跟平时也会很好走 当时我还有点纠结买黑色 还是买这个颜色 但是我想说黑色太普通了 搭配深色或者是白色比较浪漫感觉的应该也可以 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 就是从疫情开始之后 我就非常喜欢网购 一个是因为有时候去店里呢 真的有点设控 第二个呢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经常在网购的时候呢 你还可以再小小的省一笔 就比你去到实体店买的会更便宜一点 那就是使用TopCashback这个返利网站 那正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TopCashback他们这个返利网站的一个省钱的小秘密 那像这次我在Mythorisa上面下单 还有就是像在Sense上面 他们现在已经有折扣的情况下 你使用TopCashback 再实现折上折 那你买下来呢 就会比别人买都便宜 那就比如说我给Keya买的这个小裙子 它在他们的网站上现在是7折 你用TopCashback它还有一个10%的返利 那我买下来呢就是原价的63折 不过你跟我一样都是网购 一年下来省个1000多块钱 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那使用他们的网站呢也很简单 直接在他们TopCashback的网站 搜索你想要网购的网站 像我刚才提到Mythorisa Essense Sparfetch 主流的电商网站都可以 搜索到你想要的网站之后 直接点击他们的那个跳转链接 然后就正常的下单就可以了 不同的电商在不同的时间点呢 可能返利的折扣的点数会有的时候不一样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那就算你买一些当季的新品 你也会比别人买的便宜一点 我很喜欢他们的一点呢 就是他们简单直接 过了商品的这个退换期之后 可以直接PayPal或者银联 就可以提现了 到手就是现金了 除了像这些购物网站 平时旅游 订机票 订酒店 像Booking Xpedia 这些酒店也是有折扣的 都可以拿到返利 那非常感谢TopCashback 跟我合作今天的视频 然后也跟大家分享 这个省钱的小秘密 那大家在信息栏呢 可以点击他们的注册链接 注册之后任意使用一次 就可以直接拿到石刀的 这样的一个返利 直接把这个小福利也送给大家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更多详细的信息 我会放在信息栏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下一个 这个到了很久了 我其实早就想把它打开穿了 我之前不是买了一件 那个白色的短袖上衣 我觉得很好穿 所以我又买了一件 他们出的今年这个长袖款的 买了一个这种颜色的打底衫 下面呢配了一个这种颜色的牛仔裤 我从来没有买过这种狗屎黄的牛仔裤吗 我当时就想说这样可能能够配上 它虽然做的是一个牛仔裤的那种感觉 但它完全就是一个布的裤子 很软 从来没买过这种狗屎黄的颜色 希望它穿上会好看吧 买了一个这个皮带 因为我看它的模特儿就是这样搭配的 所以我也买了一条 我们来待会来试一试 对这上面全是孔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自己腰围了 就随便都可以搭的 最后呢是一件卫衣 看起来可能很花 但是我当时看到了我就觉得蛮好看的 然后也很秋冬 灰色的卫衣 然后它袖子上面呢 做的是一个这种拼接的 后面是这样的 它们的卫衣就是很软 它里面是这种抓绒的 下面是这种弧形的 应该还不错吧 这个打底衫 最近已经穿过很多次了 很舒服 它做的是一个假两件的设计 但是它就是这样薄薄一层的 现在秋冬叠穿 完全不会太热的 它上面是有这种花朵 印花的 这样的一个褶皱的 我觉得很好看 现在还穿不上的这样的一个毛衣 我觉得好好看 就它这种渐变色的 它还有另外一款 有点紫色的 也很好看 我想说我的衣柜 这么的黑白灰 就我还是选了一件灰色的 还有一个我最近穿了很多的 是他们家的这个直筒的牛仔裤 它腰部这里呢 其实它这个扣子 是有点这样斜扣的 很百搭的 然后版型也很好的 这种蓝色的直筒牛仔裤 那天去Bubble World 穿了这条西裤 它这个裤头这里是这样的 然后你自己可以这样调节 这个穿上就刚好 就是搭在胯上的那种 但如果你想要穿高腰一点 可以给它扣上 非常的锤 也是那种阔腿的 如果你已经有了黑色西装 灰色西装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这种绿棕绿棕的 很好看 很有气质 也很秋冬 然后是一件比较有细节的衬衣 它上面都是有绣的 花的这样的图案的 领子边这里也是很可爱的 稍微比较有一点田园风 但是有不至于特别的甜美 想要搭配最近入手的一些靴子 所以想要找一个比较百搭一点的 这种黑色的包身一点的短裙 这个上身的包裹效果特别好 它前面是这种有点两片式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面料也是非常有弹性的 好像这次鞋子比较多 看这个鞋盒有多长 这是一双超长靴 昨天我收到试穿了 真的超级好看 高跟靴 应该就是最好穿的高跟鞋的类型了 它稍微有一点跟 大概有一个七八厘米的样子 它是那种过膝靴 但是它这个后面有一个开口 可以给它翻下来 又是一双脊皮 它这个颜色穿上也很好看 然后还有两双鞋 刚才Sense One说了 这双运动鞋 像这次分享的那些 稍微阔腿裤的那种西装裤一点点的 我觉得配球鞋也会很好看 但是就是稍微需要有一点跟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分量感 买了一个最百搭的这种黑白色系的 然后是今年的UGG 我昨天就发了一个这个鞋 现在是66%的人觉得好看 34%的人觉得不好看 它其实就是我去年有买的那一双 后底的UGG Tess 今年它出了一个这个毛毛版本的 我也是在ins上面看到别人分享 然后又立马下单的 因为我的那一双 就之前穿回成都了 当时箱子装不下了 我就没有带回来 现在迫切的需要一双脱鞋的UGG 买的是七码 一开始穿进去的时候 就是这个地方 它稍微有一点点梗角 但是它会越穿越松 所以穿到后面就好了 但是这个因为它可能毛毛更多一点 我下单了8号的 买回来试一试看行不行 后底的 今年做了一个全毛的这样一个版本 然后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很好看 还有黑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棕色的 终于要分享完了 最后还有一些小东西 买了之后放在那里 就是想拍完这个开箱再说 Wear Beauty的这样一块高光 色号叫做Enlightened 这块应该蛮火的 有一点像Fenty Beauty的那个钻石高光 好好看 但很久没有买过就是这么好看的高光了 还买了一把这个梳子是GHD的 整个是这种磨砂质感的 我手上的高光不要磨上去了 还行 然后再 Kylie Cosmetics 应该是一个腮红 这个色号是Winter Kiss 很粉嫩的一个颜色 大家看到吗 很粉很粉 好美乃稀的感觉 冬天如果你穿一身全白毛茸茸的 然后涂一个这个腮红应该很美吧 另外还买了一只唇膏 看一下 很好看的一个颜色 色号叫做Wish You Were Here 是不是跟我今天涂的颜色很像 应该跟这个腮红 可以很配 我应该都拍完了吧 没有遗漏什么吧 好啦 那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要去过我的周末啦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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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